高态势感知,高机动性等能力的第五代战斗机殲20,毕竟这是国家研制出来的一款国之重器,是具备着与众不同的意义的,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遇到哪种情况都需要出动殲20,既然作为中国的王牌,还是要等到相当重大的时刻才能拿出来进行震慑,在一些一般性的对地对海攻击以及海空巡逻,还是没有必要拿出来使用的,要不然岂不是大财小用呢? 基于殲20的特殊意义,于是比殲20诞生更晚的一款王牌战机殲16出现了,它是中国基于殲11系列而来的研制出的一款新型第四代多用途双作双发,殲机轰炸机,本质上和俄罗斯苏20的研发思路如注意者,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看,可以与殲20相配美,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,在争夺制攻权和隐身时进行远距离精确打击,殲20无疑是最好的武器,但是在一般性的攻击和巡逻当中, 殲16就显得重要些了,该战机装备有国产的最新型的雷达、航电系统,以及新额城超过300公里的P-15,超远程空对空导弹等,而该战机也是具备航程远载负大等优势,在对海攻击时可化身为炸弹卡车,也能在长时间滞留空中,所以说综合性是非常优越的,这款价值超过5亿人民币的战机,未来必定会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大助力。